快看老丁穿着吉利服,趴在一个废弃的楼上,两手握着狙击枪紧盯着下方,同样穿着吉利服的两个兄弟,老马和杰森,老丁告诉老马往后隐藏一下自己巴雷特的枪身,一面暴露,老马照做了,这是一条大蛇也来凑热,从老马正前方慢慢爬了过去,老丁告诉杰森移动到桥的另一边,这样他们两个可以做到前后夹击,刚开始杰森还不情愿,随后老马告诉杰森,老丁是我们的战术教练,你必须服从命令, 原来老丁是一个狙击战战术打师,今天他们三个演习目标,就是解决即将到来的被绑架的老大杰森服从命令,来到桥的另一端隐藏了下来,很快目标出现了,前方来了三辆车,前后两辆军士带着机枪的装甲车,中间一辆Roles,目标就在Roles车上,压着他的都是鹤枪实弹的武装人员,Roles刚走到桥中间,老马一枪直接打爆了他的油箱,随后又各来两枪,让前后两辆车都失去了动力,老丁愣住了,这是实弹,不是演义, 老丁卸下自己枪的子弹,发现自己的是空包弹,原来是自己被骗了,演习是假,解救人质是真,老丁告诉老马你不是救人,你在屠杀,让老马赶快停下来,此时的老马一枪一个已经杀疯了,停不下来了,很快车上的武装人员发起了反击,机枪,RP力,排击炮,疯狂地朝着老马袭来,如此强大的火力,老马承受不住了,原来对方有狙击手探测器,很快地就锁定了老马的位置,老马向老丁发出求救,老丁没有办法, 一枪直接打在了机枪手的头上,又一枪直接打掉了探测器的天线,此时藏在桥后方的杰森,也开始发起了攻击 什么疯独血管? 什么疯独血管? 一番战斗下来 所有武装人员都被解决了 老大被解救了 这是老丁也走了过来 愤怒极了 拿出手枪对着老马和杰森开了几枪 老马给老丁说 加入我们 我们一起干大事 老丁说 君子爱财 取之有道 老丁潇洒地离开了